来自日本雄本县的八代市参访团 在中村博生市长与陈松游继夫议长的率领下 今年第二度来到基隆市政府参访 市长谢国良与议长佟子伟 及副市长邱佩玲 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郭继 文化局长江亭梅 共同欢迎接待 市长谢国良特别赠送能量盐灯 与基隆办手礼礼合 给八代市长与议长 也请八代市参访团喝珍珠奶茶 八代市市长中村博生也回赠伴手礼 看到雄本雄图案的可爱替代 市长谢国良开心地说 要转送给女儿小爱 议长佟子伟也特别准备 印有台湾蓝雀图案的茶杯 给八代市长与议长 八代市也回赠特别带来的伴手礼 市长谢国良表示 今年四月基隆与八代市将迎来 成为友好城市的五周年 在疫情已经解封下 未来两市将持续互动交流 今年四月是友好交流协定的五周年 我希望我们双方都可以举办 有纪念意义的特别活动 我十分期待这样的纪念活动 可以更加坚定两市的友谊 不断的延续下去 我们希望基隆跟八代之间持续交流 不论是货运呢 邮轮等航线互通 在教育观光融化产业方面都能够相互合作 实现两市的共同发展 以及繁荣发挥加成的效果 我想在疫情后这个时代 我们基隆市政府以及基隆市议会 都非常欢迎我们国际的观光客 尤其是我们八代市的中村博生市长 以及议长所率领的团队来参访基隆 那我们两个城市都有共同的特色 就是这个海港海洋城市 然后我们共同都在发展游轮产业 那疫情后这个时代 我想游轮产业的这个发展非常重要 接下来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交流 包含这个观光经济文化教育 我想可以多方的交流 让我们促进我们观光的发展以外 那现在我们刚好棒球经典赛也准备要开始 我们刚刚在支持的时候也帮双方一起加油 日本队跟台湾队一起加油 那我想我个人非常欣赏这个日本的选手 那我想希望我们的这一次的表现 也会有很好的成绩 刚刚谢先生也讲过 今年是我们八代市集中市地坚友好交流关系五周年 本市在考虑进化一个 两市市民能互相交流的今年特别活动 具体来讲 想举办这三年没举办的八代物产展 同时会组一个大型八代市民团 访问基隆市 希望迎来五周年的今年 我们两市更促进市民之间的交流 使他们加深友谊 还有日本政府下个月会批准 迎接国际邮轮靠日本国内港口 我们期待着不久的未来 八代港会迎接从基隆港过来的国际邮轮 基隆市与八代市都是港口城市 积极发展邮轮观光 八代市市长欢迎台湾旅客 透过邮轮到当地旅游 市长谢国良也希望在观光 教育产业与文化各个层面 与八代市积极交流 带动基隆旅游观光与经济商业发展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